女子在散步的时候 无意中在灌木丛中 看见了一条浑身皮肤病的小狗 狗狗发出焦急的叫声 像是在提醒女子不要靠近她 她定睛一看 这条小狗应该是刚刚出生不久 孤零零地站在草地上 四处看下 也没见有狗妈妈 也没有其他同伴 可能是迷路了 也可能是被人遗弃 狗狗身上一大片腐烂的皮肉 双眼流出粘稠的液体 看起来非常的可怜 见这只小狗这么惨 女子便回去 取了些吃的喝的给狗狗 这只小狗还在害怕 害怕的瑟瑟发抖 见到这一幕 女子拿出一根火腿肠 递进了小狗嘴里 这只狗狗不知是不是已经饥饿很久了 见到有食物便开始大快躲移 因为狗狗得了一种很厉害的皮肤疾病 它怕感染自己家的狗 所以就没有将狗狗带回家 第二天 它又去了一趟森林 因为天气报告说 夜里有大雨 怕这场大雨把狗狗给冲走 就用泡沫箱子 给它搭了个简易的房子 它看着那只小狗 不停地抓着自己的双眼 眼泪从眼眶里流了出来 女子每天都会拿药 给小狗处理伤口 小心地把皮毛上的污垢擦拭干净 它尽力把这只受伤的小狗照料得很好 女子喂食了狗狗三天后 第四天它过来的时候 可让它意外的是 狗狗竟然不见了 女子紧张地四下张望 好不容易在一处灌木丛里找到了狗狗 原来是淘气小孩子 拿着盒子和小狗跑出去玩耍 好说歹说 那两个小孩也只能恋恋不舍地将盒子和小狗归还 狗狗显然也认识这个善良的人 非常开心地跟着它 不停地甩着尾巴 仿佛在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女子拿来了狗粮和羊乳 给狗狗吃 小狗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这些日子 狗狗全凭女子的一片好意 才能吃上饱饭 小狗还虽然没有被女子收养 只是一直在暗时地送食物过来 为确保狗狗的安全 女子将狗狗搬进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到了中午 她再次看狗狗 却发现狗狗再次不见了 这让她感到不安 早上的时候 小狗被一个孩子当成了她的玩具 这让她担心自己的狗狗会有更多的麻烦 她四处寻找 终于找到了狗狗 狗狗被困在了一个工厂里 还好 小狗没事 女子才松了口气 这里太危险了 路上也很多的车 在热心人士的悉心照料下 小狗的伤势渐渐恢复 女子走后 有人将狗狗的盒子砸成了碎片 丢进了垃圾桶 狗狗一次次的意外 让她很是担心 这一次 她是铁了心要带狗回去了 就算狗狗得了什么病 她也要保护好狗狗 女子将狗狗送到了一家宠物医院 医生说狗狗得了一种皮肤病 怕胆燃被别的狗狗 没有让狗狗调狗进了诊所 而是让狗狗在诊所门口 接受了一系列的检测 在女子怀里的小奶狗 很听话 看起来很有活力 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 看起来很是萌 没过多久 化验报告就出来了 还好 小奶狗只是有皮肤病 身体并没有其他问题 尽管小狗得了很重的皮肤疾病 但是女子将狗狗抱到家里 细心地为她涂抹药物和喂养 在女子的新照料下 原本销瘦的小狗 渐渐变胖了起来 而且她的皮肤状况 也得到了改善 来到新家的小狗也很开心 新的主人为狗狗 买了很多新的玩具 新的衣物 女子对狗狗的疼爱 让她从一开始地害怕 到后来对女子的信任 狗狗的生活很幸福 因为狗狗年纪还小 不能洗澡 所以女子每日都耐心地 为她擦拭皮毛 如同照料自己的小孩一般 温馨而慈祥 狗狗是何等的幸福 她遇到了如此善良女子 不仅细心地照顾着 还给狗狗一个温馨的家 希望狗狗能健康地长大 也为好心的女子点赞 好人好抱 今天的视频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了点赞关注转发 让爱能传递 感谢观看